大家好 那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 羅賓跟高登的雙人組的部分 一樣是蝙蝠俠的系列 那裡面還有一個蝙蝠俠的召喚燈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外盒的部分 那 這次外盒呢其實 它多了咖啡色啦 這是之前沒有的 那是正面 然後 背面 然後這一盒呢 其實說真的還蠻大盒的 比那個機械戰警那盒還要大盒 那成本 不能說成本啦 其實價格也比機械戰警那盒 還來的便宜喔 那裡面有兩個角色還多了一個燈 感覺上是比機械戰警那盒 來的划算 不過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內容物的部分 好 然後這個是 很大的一個外盒 然後把它打開之後呢 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 和風 好那這個是它的 和風 和風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就是一個 感覺像快坍塌的程式 然後再來就是 內容物 你可以看到 兩個角色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所有東西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 內容的部分喔 那從這邊你可以看到其實燈還蠻大的 那個 好那我們把內容物擺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裡面的 東西那有一個還蠻大的 蝙蝠燈 然後再來就是 兩個角色跟 個別的一些配件 那這個呢 就是 這整個 雙人組的 加上燈光的部分 那 首先我們要先 快速的看一下 說明書喔 說明書呢 大概講的就是 電池要裝在哪裡 然後電池有三個開關 一個是 on 一個是off 然後一個是remote remote就是用遙控去 控制那個 燈的 亮的部分喔 然後燈的旁邊 有一個桿子 就是要插的地方 要插在什麼地方喔 那這大概就是 正面的說明 那背面的部分呢 大概講了 燈的可動範圍 然後 無線電要裝在哪裡 然後他有 羅賓有多附了一條皮帶 那這個皮帶上面的裝備 要放什麼東西 好大概是這一個部分 那這個 就是說明書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本體的部分喔 首先呢 我們先來快速的 看一下 燈的部分好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 配件的部分 那我們稍微把 攝影機調下來一點 好比較方便看燈的部分 那我們把燈前進一點喔 那 你可以看到燈的部分 好那這個是 這個燈然後他可以做的範圍 就是他有講他可以這樣子 轉動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燈的細節 我覺得他的 這個燈的那個 舊化上的不錯啊 就是真的有呈現出那種 生鏽的感覺 這已經是 HATOY少數金屬裡面 上的比較好的喔 好這是燈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燈要裝電池的地方 我們把它轉上來 你可以看得到 轉過來 好燈要裝電池的地方 是這一塊喔 那這一塊呢 拆開之後 裝三顆四號電池 然後這邊 有三個開關 我們往下搬是remote 往上搬就是直接按喔 所以往上搬的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燈是發亮的 OK 然後呢 我們把它往下搬喔 好那我搬到底下的時候是remote remote呢 它有附了一個 遙控器 那你按它的時候 好 它就會亮 那遙控器接收器在這邊 所以你在這邊按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喔 就注意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紅外線接收器 那你按的時候 就可以做 開關的部分 那這個是 燈的部分 那當然燈關掉就可以 投影出這個 蝙蝠的一個形狀 好那這個是 這一個燈座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燈座旁邊有一個桿子要裝 就是這邊有一個 桿子 那這個桿子呢 基本上是裝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說明書上面就是寫 就是把它插進去啦 那因為它是斜的喔 所以 插進去之後再轉正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桿子的部分 那這個桿子其實應該是在後面的 所以燈的方向正常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人站在這邊按桿子 然後去搬動它 所以這個是燈的一個 正常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燈的質感 我個人覺得做的 算是非常的好 那你可以看到 燈的部分 那燈也還蠻大的 你可以看到跟 人偶的大小比的時候 燈其實還蠻大的 一個部分喔 好這是介紹完燈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附的一些配件的特型 好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高燈的部分 高燈附了一些文件夾 那這個文件夾呢 上面就是四張同樣的 紙 然後再來呢 四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呢 基本上 翻開裡面是空的 它主要可能就是讓你夾紙的 那資料夾的正面跟 背面的部分 好那這個就是 高燈的部分 然後高燈還有自己戴的一個 眼鏡 它就沒有其他的 配件喔 然後也只有三組手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 羅賓的部分 羅賓的附的比較多啦 它有多 附了一個 皮帶 就是你可以 把這個皮帶再圍在腰上 然後上面可以放兩個彈夾 然後手銬 槍跟無線電的部分 好這是它的一個皮帶的部分 然後 塑膠的一個手銬 然後 一樣是 手電筒 那一樣是不能亮啊 然後一把槍 那這把槍上面的彈夾 就已經是可以拆了 然後額外還有附 兩個彈夾 讓你裝在腰帶上 那這個一樣是彈簧的 它會 彈回來 好然後再來就是 一個手錶 好那這手錶的質感 呈現的還不錯 我們稍微 放大來看 好就是 它上面還有一層 就是透明的部分 所以表示它貼紙不是貼在最表面 所以它比較能 真實還原 出手錶的一個 感覺 然後最後就是無線電的部分 好 就可以看到還有一組 無線電 然後這個是 對講機 扣在 肩膀上的一個對講機的部分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 所有的配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角色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 羅賓的部分 羅賓的頭雕 我們最後再來做特寫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衣服的部分 衣服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警察這個衣服 其實有點像 羽衣的材質 然後羅賓的素體其實是用比較 比較瘦的素體 所以它整個人其實覺得還蠻 單薄的 並不是很壯的肌肉素體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正面 好跟背面的 衣服的一個部分 還有衣服的一些 細節 那這件外套呢 是可以脫 不過我就不脫了 裡面就是一般 藍色的頸衣 然後在裡面這邊呢 我稍微把扣子解開 裡面還有一個高領的 類似像毛衣的 衣服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上面這邊還有印那個錦灰 就是GCPD的這個 好 那這大概就是 羅賓的這隻腳色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他的 名牌的一個 名字 那這個是羅賓的一個 衣服 上面扣子就不扣了 然後這拉鍊當然是 你可以看到 雖然是有做拉鍊 可是 他並沒有那個拉鍊可以拉的地方 所以這個拉鍊是裝飾的 他的外套是不能扣起來的 然後這邊有 錦灰 然後他本來裡面就還有一個 皮帶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摸到 其實是一個很瘦的素體 所以我覺得會 就是你拿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邊胯下跟這邊 會有一點 怪怪的 好像不太符合真人的一個感覺 不過你綁上那個 腰帶看起來應該就會比較 好了 好這個是 羅賓的這一件 然後這個 緊繃的手的這個 外套 那鞋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褲子就是一般的 西裝褲的感覺 然後 皮鞋也是膠鞋 然後鞋底 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 紋路 所以這隻的鞋底算是 偷懶的 你可以看到連鞋紋都 沒有 好那這個是 羅賓的這一隻 然後褲子背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口袋 雖然這個口袋 有把感覺做出來 所以這 褲子這邊質感還不錯 然後這邊的 口袋也有 也有做出來 好這個是大概 褲子的部分 只是 出場的時候 因為他有包塑膠套 塑膠套被有拆掉 那 導致褲子就變成 皺皺的 這是比較可惜 因為西裝褲應該要 比較挺 因為包塑膠套的關係 導致褲子底下這邊都 變得很皺 拿衣服的部分就還好 好這個是 羅賓的部分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 高燈的部分 好那看一下高燈的部分 高燈的衣服其實比較多層次 那樣頭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特寫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他會有一件 風衣 那風衣裡面還有一件 毛衣的背心 然後還有領帶 然後再來才是襯衫的部分 那我把它拉上來 你可以看到就是 褲子 也有個 腰帶的部分 那再來呢 肚子 你用摸的就知道他裡面還有綁那個 就是有點像 那種布 讓他的小腹稍微比較扎實一點 就是不會太瘦 就是有一點點小腹 那其實這個 衣服跟整個穿起來高燈的身體的感覺 其實比 羅賓來得好非常的多 那這是 高燈的一個 部分 然後再來呢 高燈還有附一個 眼鏡 那這個眼鏡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眼鏡呢 其實他沒有旁邊的 玩下來的地方 那主要的部分就是因為 他設計的時候就是剛好插到耳朵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洞 所以他可以讓 眼鏡非常的密合的 戴起來 然後 這次的 因為我沒有之前高燈版的 限定版的部分 然後這次的眼鏡有做放大片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所以 你可以看到眼鏡靠近他的時候 他是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他戴上去的時候就真的比較像 他去戴老花眼鏡呈現出來的感覺 這是做的比較 細緻的一個地方 所以眼鏡戴上去的時候呢 還有真的呈現出那種 眼鏡的透視感 這是大家有注意到的一個 細節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鏡片的部分有呈現出透視感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就是我說的 他就插到 頭髮裡面 所以不需要那個彎的部分 然後他的 密合度也還蠻好的 好 這個是高燈的這個 部分 然後跟衣服的 細節 完整度我覺得比羅賓好 來得好 然後 拉鍊一樣是裝飾用 所以他一樣沒有 那個 拉鍊的扣環 可以把衣服 披風扣起來 好 那衣服還感覺是 做得非常合身 然後 有領帶紅色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好 這是正面 然後再來這是 還算做得很好的一個 風衣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就是 看一下鞋子跟褲子的部分 你看 那鞋子呢一樣是 膠鞋 然後 鞋底 你可以看到高燈的鞋底就有做 羅賓的鞋底就 就偷懶 這是剛才說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有做 鞋底的紋路 然後 然後 褲子的部分一樣就是因為 那個綁塑膠套的關係 所以褲子 褲管這邊一樣是有點 皺 因為畢竟原廠出來的時候 腳是套 塑膠套的 然後 可以看到 皮帶的部分 那皮帶呢 跟羅賓的皮帶也不一樣 他沒有用 同一款皮帶 這可以感覺出來 並沒有很偷懶 然後 褲子一樣有 口袋 這樣可能看不太出來 好 他這邊一樣有口袋的部分 然後 屁股後面這邊呢 一樣是口袋的部分 那褲子跟 這個褲子看起來跟 羅賓的褲子很接近 只是顏色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同樣都是 西裝褲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 高燈的一個 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個頭雕的特寫的部分 好 那再來看一下頭雕的特寫的部分 那頭雕的部分呢 我覺得高燈這次的頭雕做得非常的 好 就是 非常的像 你可以看到頭雕的部分 然後把 眼鏡拿下來 好 你可以感覺出來他頭雕做得非常的 細緻 然後再來呢 上面的皺紋啊 上面的皺紋啊 跟質感的部分 都處理得非常的真實 稍微轉一下 好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像那種 魚尾紋的部分啊 跟細節的部分 好 這是頭雕做得非常 細緻的一個地方 細緻的一個地方 那這應該是目前所有蝙蝠俠裡面 頭雕做得最好的一個 一個角色啊 就是這一隻角色比那個 之前收到阿福的時候啊 就是已經覺得阿福其實頭雕已經做得很好的 那 高燈是真的更 更 上一層樓的一個 頭雕的部分啊 然後再來呢你可以看到他還有就是 剛才說的眼鏡的部分 所以他眼鏡加上去呢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有放大效果啊 所以讓整個質感就是非常的 真實 好把眼鏡再 戴上去 好這是高燈的部分啊 那 我們拿之前的 阿福的頭雕你可以比較一下 那 我們來看一下阿福的部分 好之前就覺得阿福其實已經做得很好的啊 那你可以看到 好這是阿福的部分啊 那不過 高燈的細節又再 更好一點啊 然後包括皺紋的部分 如果你實際真的拿到這兩隻角色 去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其實一直在 進步 好那這是 高燈的一個 頭雕的特寫 那再來我們來看羅賓的部分 那羅賓的部分 他是屬於比較年輕的角色阿 所以他當然 皮膚上的細節跟紋理也許沒有辦法像 跟皺紋的部分沒有辦法像高燈那麼 誇張 只是羅賓上面的 效果做得不錯 你可以 仔細看一下 包含他的 比較細的那種 皮膚紋理他都有呈現出來 好那這是 羅賓的一個特寫 好那這是兩個頭雕的一個特寫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讓大家來看一下 轉轉的 然後看一下全身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全身的轉轉熱的部分 好那其實把腰帶背上去 然後整個看起來的效果還不錯 然後再來無線墊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其實是穿過外套的一個口袋到前面來喔 這個設計也還蠻 蠻真實的 那這個部分大家可以 把玩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喔 就是 這邊的無線墊其實是從上面穿 他的線到上面來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那再來呢就是特寫的部分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特寫的轉轉熱的部分 好 好 好那頭雕的部分真的處理的算是不錯喔 那這次他特寫在頭雕以來 一直在進步的部分 然後衣服跟細節也都還不錯啦 那唯一我覺得這一隻可能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樹體摸起來感覺怪怪的 不過整隻站上來其實不會覺得樹體有什麼問題喔 只是你拿來把王的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臀部跟腰部的部分 略為瘦的一點然後比較不 不合理的感覺 不過這點在之前 我印象中在那個東尼實驗室 主2.0那個部分好像 不能說2.0啦就是有實驗台的那個 好像有點這種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高燈的特寫的部分 欸不是特寫的全身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超生的高燈的全身的轉轉熱 那這件風衣跟他的整個衣服跟 效果其實覺得做得非常的 算是細緻而且算是非常有型的部分喔 那這是這一隻角色其實在 服裝配備上非常成功的一個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特寫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特寫的部分 好那我覺得這件大衣是做的算是非常有質感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是高燈的特寫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大家一起做了非常多的細節 那同時呢,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如果覺得這個介紹呢 你非常喜歡或是你覺得介紹的不錯呢 那也歡迎幫我做分享的部分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預定的商品 也歡迎在我這邊做預定的部分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就是蝙蝠俠燈,然後羅賓與高燈的組合包的介紹 謝謝大家